跟您聊两句啊 今天真是憋不住了 不得不说说长津湖里边的问题了 按理说 现在是国庆期间 大家都在举国欢腾 也都对这个影片呢 一致的好评 我不应该说这些事 但是呢 有些东西真是不突不快 首先呢 你是让我们这些观众 是抱着爱国的情绪就看的 正式的去看这个影片 但是你给我们看的东西是 非常的不正式的 怎么说呢 你看看几点 第一点 情节设置你觉得合不合理 说吴京的那个角色 上战场 打死很多敌人 这可以理解 打死很多敌人 你还打掉了敌人的坦克以后 进入别人坦克 咱不说这个坦克是不是坏了 还是怎么着 你进了坦克 你上了就能开 吴京的进去坦克就能装弹 他都知道怎么装 英文都看得懂 是吧 这是一个 虽然你之前在说了淮海战役 用过这个坦克 但是淮海战役用的坦克 就是美军用的坦克吗 太牵强了吧 第二 一阳千玺 那个角色说 我已经消灭了12个人了 还还差8个 你一个新兵 在九兵团入朝之前 才来参军的那么一个人 你就一下能消灭12个美军部队 在太平洋战争中消灭了很多日军的王牌部队的这种美军 就那么不禁打吗 我我真的不知道 有时候编剧它是怎么想的 你让我们拿以爱国的情怀去看这电影 你拍的写实一点好不好 特效什么都不说了 你万里长城那个特效是挺漂亮的 但那像真的吗 你对得起我爱国的心情吗 你们这么拍片子 对得起那些在朝鲜牺牲的那些老兵吗 如果打美国人都那么容易 还用牺牲那么多人去打美国人吗